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长22岁来自河北市场文员 女嘉宾小琴22岁来自河北是一名学生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老妹啊 还读书呢是吧 已经工作了是吧 对 校友 是 谈了多久啊 谈了有三年 其实我俩是在我们大学的社团里认识的 反正就感觉地方挺好的嘛 然后两人就就在一起了 现在就是一地是吧 因为我一开始在就是我们学校本地实习 你们学校在哪 唐山 但是后来嘛 因为我想以后在我老家发展 你老家是 邢台 河北唐山和邢台 一地了 然后呢 自从出去上班实习之后 然后他就感觉我俩现在变了 发现他不太信任我 然后就 他不相信你了 那是我不信任你吗 是明明你有女性朋友很多 我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吧 他对我挺好的 就不管多晚他都会给我送奶茶 包括这种护肤的小常识都是他告诉我的 我就觉得这男的也挺暖男的 我就跟他在一起了 但他实习这一年我觉得太过分了 怎么了 就对我各种的控制 就没事找事的那种 担心我跟别的男的走得太近 刚才不是说你 男生不是说你不相信他吗 怎么女生 你先说吧 对 他担心我跟别的男生走太近 但我其实根本就没有 我发现的是他的女性朋友太多 简直就比我的女性朋友还多了 其实你也说嘛 我就性格挺好的 你也不挺喜欢的嘛 然后我也不听你是女生朋友 我男生朋友也挺多的呀 你之前那些女性朋友我也没说什么 就只是聊聊天而已 那你现在我看见那一回 你不是跟他勾肩搭背的吗 你还送他东西 那朋友之间的交集嘛 现在都是同事人 我们都玩得好都成闺蜜了 那我送点礼物也算是挺应该的吧 闺蜜 就是我们公司嘛 然后有一个他比我先进公司 然后我也没什么经验嘛 我做市场 进去之后经常带我 然后我们两个也就挺好的 然后我 其实我这性格就是 他经常也说嘛 我这性格就比较活泼 男人中的女人 女人中的男人 然后我就 不不不不 你再说一遍是什么 男人中的女人 女人中的男人 这是一种什么人呢 我也好奇了啊 然后来吧 男人中的女人 女人中的男人 来 然后我其实也就比较了解嘛 平常他的 他原来皮肤不好 然后我还给他买些面膜什么的 我都比较懂 所以我出去之后 跟我同事之间 他们感觉我也挺容易接触的 然后我们就聊得挺来 所以也可以构肩搭背 是吧 也不是构肩搭背了 其实我们下班了 挺轻松的 然后就闹呢 他可能就是误会了 那是我发现的那一次 我还觉得他给别人买那种高跟鞋 我发现那双高跟鞋 我以为是他给他表妹买的 我也挺信任人家 我还觉得他在外地实习 什么高跟鞋 什么意思 就我上他的购物平台 我就发现他给你买了双高跟鞋 还不是给我买的 你怎么知道不是给你买的 这鞋号根本就不是我的呀 而且那个款式就不是 厉害 不是他妈妈的那个款式 我就以为给他妹妹买的 我也没多想 我还去那个他实习的地方去看他 想给他一个惊喜 看他挺辛苦的 结果我去了之后 我等来什么 我在人那个公司楼下等了半天 结果他跟一个女生勾肩搭背出来 还有说有笑的 那期间那女生还跳到他背上 我才看见那双高跟鞋 怎么那女生怎么跳到他背上 这不是猴吗这是 就勾肩搭背的就跳到人背上去了 然后 就他背着他是吗 对 期间我就看到那双高跟鞋 就穿在那个女生的脚上 嗯 我就觉得他都没有给我买过高跟鞋 这种东西 就给他买 那女同事过生日呢 我那闺蜜 然后平常他就讨论讨论 他什么喜欢什么衣服呀搭配呀 然后人家说挺喜欢那款鞋的 然后我就给人买了呗 哦 也不仅是我给他买 然后平常我们同事之间也都有互相的 就人情嘛这就是 那你们同事之间都往背上跳上去吗 其实也就我 我跟他关系挺好的 然后就 所以你看有点崩溃啊 他关系好他也不至于那样 我当时我看到我可生气了 我上去我就给了他一巴掌 我现在都觉得一巴掌是轻的 打人是不对的啊 他真的 我跟我同事刚出来 连一句解释都没有 一句话都没有 上来都给我一巴掌 一点面子都不给我 那女同事说话也太难听了呀 什么我打了你巴掌之后就说 这样的女朋友早就该分了 关他什么事呀 那我关系挺好的哥们 要出头啊 对他替我说两句话 你看他也 在我看来你就是给人家买东西 就巴掂人家 那平常就是关系他好了呀 也没有说非得巴掂他呀 而且我 这其实就是一种 一种交往 也没有说那种巴掂他 我在公司里边跟人处好关系 这也是有利于自己工作的呀 有利于工作 你自己没有能力吗 学校的时候能力这么强 然后你在公司就立不足了 哎呀你那还是说你没有到社会上去 我也才很努力 可是你根本就不了解 公司里千万很复杂 因为那里边其实你也知道 现在都是 我不知道你们公司的情况啊 确实不知道 嗯就是那里边人都比较的 算是有点那个 狗星斗角 然后其实就是 然后我好不容易混到几个 自己熟的怎么样 他就他就怀疑我 那个就是你身边团结了一批 一批闺蜜我这么理解对吗 其实也有我很多哥们 对但是也有小闺蜜 哦行明白了 就是他的解释是 我为了社交 所以我交了一批闺蜜 也有一帮哥们 是这意思吧 对 果然是一跨界人 那你会跟你的闺蜜送那么多礼物 我觉得你们就之前送的东西太多了 而且我视频跟你这半年视频来 你的房间里多了那么多新东西 你敢说没有那些女闺蜜送你的东西吗 那那其实我原来我在上学的时候 我也没有什么这些衣服啊什么 我现在出去工作了 我给自己买个衬衫买个领带 那也很正常呀 就没有那个女闺蜜送的吗 那我跟人送礼物 人家肯定也会 我喜欢什么搭配啊 然后也顶多一点 就是个蝴蝶结什么领带啥的 领带 我都没有送过你领带 你咋不送呢 我当时我是个学生 我也没有多少钱呀 他第一个月的工资 他就给人家去买高跟鞋 都没给我买东西 还说什么处好人际关系 还这实习这半年 就各种就怀疑我 怀疑我跟别的男人走太近 结果他自己都没管好自己 凭什么来说我呀 我觉得他管我 也都已经到了一种 神经病的那种状态了 他是怎么管你的呢 就我有时候去他那个地方找他 坐公交车 公交车晃来晃去很正常吧 他就认为我往别的男人身上靠 那你当时不就让我 我都看到你就是这样做的 什么意思呀 那公交车一晃 我就感觉他就是往人身上撇呢 我觉得这太无理取闹了 有没事找事那种感觉了 而且我之前跟别的男生出去吃饭 也就算了 他过问我也能能理解 那我跟女性朋友出去吃饭 他之后都要过问了 各种每个小时报备一次 每个小时报备一次 那我不还是担心你吗 我不放心你呀 我现在担心你 我现在不跟你一块 咱们两个人异地 你要是这点时间 你出了事我怎么办呀 我出什么事 因为现在他出去吃饭呀 也不一定说挺安全的嘛 我关心他嘛 有什么不安全吗 那天我五分钟没有接他电话 就我就去网吧打了一下游戏而已 上来就开始跟着骂我 你是不是又去找备胎了 是不是又跟哪个男的出去吃饭了 那你还说这事呢 那上回为什么骂你啊 那还不是因为你去网吧嘛 我出去实习之前我跟你说了嘛 你女生别光去网吧 你玩游戏你就不能在宿舍玩嘛 你跟我说了之后 我很少去网吧了 那网吧那地方多糙杂 那人多乱啊 那里边都 那天一个很很重要的朋友 一个宿舍的人叫我说 有一个很大的局宿舍网带不起来 我就只能去网吧了呀 我就五分钟没接你电话 你就你就这样了 我现在我主咐着你还不知道你去呢 我再不问问你 你就你都不知道飞哪去了 再说我为什么这样监督你 还不是因为你骗我吗 他他什么骗你啊 就之前我当时上半年是在 我们学校本地实习 然后那一天他说 要跟学长去聚餐蹭个饭 然后我就说早点回来 别多喝酒 回来跟我说一声 这很正常的吧 后来九点多的时候 跟我说那个我回来了 我胃疼我要睡了 就这样 然后就就没理我 后来再打电话 我担心他妈就关机了 我一跳上没睡觉 我早上凌晨我就找他去了 我在楼底下打电话 我说你下来吧 你不是胃疼吗 我给你买了买了那个吃的 你哪哪位养养身体 然后说我难受吃下去 然后我当时我这拗着性子 我就知道他没在 打了四五十个电话 他当时他当时就烦了 接了电话就直接给我说 那个我没在宿舍 你别等了 我不是怕你当时 什么实习啊 又考虑未来啊 对不对啊 问个问题啊 刚才可说过了 打电话 手机没电了 什么时候充的呢 是没电了 我们当时晚上吃完饭 顺其自然去KTV了嘛 那KTV都有充电的地方呀 哦 又充上了 对呀 那充上了他来 你就说我在外面 跟学长们唱KTV 为什么说自己睡了呢 我当时就是怕他多想 他当时已经就 就已经控制到我 已经一定地步了 我就觉得他会多想 我就没把实情告诉他 而且他当将是为我们的未来做打算 再告诉他这些 不就为了 就怕他烦心吗 哦 那你这样你还找各种理由 还你胃疼了 你根本都没回宿舍 你还九点多 还给我说你难受 你知道我当时多担心你吗 一天晚上没睡着 你担心有这么担心的吗 你从你这一年来 对我的控制 已经到了一心病的那种程度了 人就是问问你 怎么着 你说胃疼 人家给你送药嘛 人家怀疑也对了嘛 没怎么着 还怎么控制你了呀 一个小时打一次电话 这不过分嘛 我都觉得压得我喘不过来气了 他还不信任我 我都觉得 我不信任你 还不是因为你不跟我说实情吗 我在外面咱们两个异地 我都不知道你今天怎么想了 我不知道你现在还有没有我 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我怎么没说实情 我就五分钟没接你电话 那次我哄了你三天 哪有一个女生去哄男 自己男朋友哄三天的呀 而且叽叽歪歪 跟个小女生一样 我一个女朋友 我都没去这么管她 她来这么管我 这个她自己总结过 在这个瞬间 她是男人中的女人 你原谅她 我觉得她再过分都没有 我那件事特别 我就觉得她背后调查我 她竟然申请小号来试探 我给我的下套 什么意思 怎么调查的 什么小号 那小号当时 那还不是因为你 你不对我说实情吗 我根本没法了解你 啥意思 她不是之前有骗我吗 然后我就是申请了个微信号 咋试探的吗 我说的是别人 然后我就问她 你怎么样啊 就假装不是我呗 试探出什么了 她跟人聊得可热乎了 跟人还是跟你 跟那小号 我哪是聊得热乎了呀 明明人家家我的时候 说一个学校的学长 我才跟人聊天 而且我刚开始 根本就没怎么理那个学长 确实是一个学校的学长啊 这不是一个学校的学长吗 她自己 她自己变好身份来骗我 然后呢 然后我本来 你上班了吗 我没有 我刚开始真的没有 但她名里一套 背地里一套 她名里她跟我吵架 各种跟我吵 然后又用那个小号来跟我 安慰我 跟我挑起话题 不是 那我也 我也就是想办法嘛 我得刺探你一下啊 那你这样 你根本 你就不得我教实情 我都真的 我一点安全感没有 后来你怎么发现 那个是她的 我也不知道她是故意 还是无意的 自己发了两个动态之后 定位都是一个地方 那我不就看到 人聊得太热乎了吗 我就让她知道 她所有的一切行为 都我都掌控着呢 我就点你一下 就给我一种感觉 就是她真的就一直担心 我跟别的男人男人怎么样 她就太不信任我了 就压得我喘不过来气 我就觉得 还有她之前 就是判断我这个人品怎么样 她听信一个 近乎于陌生人的话 来判断我这个人品怎么样 她都不听我的话 去听那个人的话 那个人是 就她认识的一个老乡 我就跟人家只是 就是见面打个招呼而已 她就觉得我对人有意思 那肯定是 你有些行为不对啊 老乡根本就不知道 我俩我俩好 然后我跟老乡挺熟的 我那老乡 然后我就随口一问 我说你感觉那个谁谁谁 就说他们怎么样啊 然后我那老乡 就直接给我来了 就说 哎我感觉他对我挺有意思的呀 我都不知道 你怎么对人有意思了 我当时心里我就 我都炸锅了我 我天哪 你怎么跟人 我的天哪 那你那样问人家 谁不那样说呀 而且我当时去找 那个老乡对质了 你知道人老乡怎么说 老乡的那意思就是 他要把我介绍给那个老乡 我觉得这男朋友太过分了吧 那我当时还是说 我都不知道你 你你什么情况呀 你要这个人好了 我怎么办呀 我还不得继续问 什么意思就是 我是你老乡 我跟你说 他对我有意思 然后你说把他介绍给我 然后我就寻思着 我就寻思着 问问他到底什么情况呀 问谁 问我老乡 看老乡对他 就是他俩到底有 然后老乡怎么说的 老乡就说 没什么 你我我自己在啥巴 然后他就没过 再再再多问了 我真的受不了他了 但是他在我这边 控制着我跟别的男性交往 他自己在那边 女性朋友一大堆 你觉得不平衡了是不是 我没有觉得不平衡 我就是现在就受不了他了 这哪有一个女生 愿意这么被管着呀 更何况我又没管他 好了好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听听 老师们怎么来说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其实你们俩性格里面 有一些互补的东西 你相对于比较强势 你的男朋友呢 比较阴柔 比较温柔 比较细腻 这个我是觉得 你们俩可以 相对试着交往的 一个很大的前提 但是另一方面 我觉得女孩 我想跟你说两句话 我们知道 自己被另一方控制 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对方的性格使然 另一方面 世界上没有 无缘无故的爱和恨 你肯定是做到了某些 让对方必须要 想起警钟 拉响警笛的事情 或者是一些细微的表现 对方才会这么心里不安 同时你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你的家人知道 男孩的存在吗 没太敢告诉我家人 你们交往几年了 三年多 三年也没告诉你家人呢 就是父亲嘛 都一般不想让孩子 女孩子出去那么早 就没跟他说 你的真实的原因是什么 不告诉家人的真实的原因 是觉得这样的一个男朋友 拿不出手吗 还是说你们家人 肯定会质疑他的性格 你担心的是什么 我觉得也有一丁点 介意他的性格吧 你介意吗 可能有点介意 你也介意 哦 了解了 那男孩 这是女孩第一次 说出来 她介意你的性格吗 原来她没怎么 我感觉她挺喜欢这样的 我对她挺体贴的 我感觉 如果她介意的话 你会为了她去改变你的性格吗 我都二十多了 怎么改呀 那种话的意思 就改不了了 不是 如果她真的介意 我可以跟其他的 我的那些什么所谓的闺蜜 然后我们可以保持点距离 但是我其实 真的 我就这种性格已经形成了 然后我就 人缘好也不能怪我呀 了解了 所以就是 就是根本改不了了 也可以为了她改变 对 所以我个人的 给兄弟的建议 就是你稍微在 因为你毕竟比她年长嘛 对吧 有责任 稍微再成熟一点 同时呢 任何一个女孩 都很介意自己的男朋友 生活当中 有一堆的女性闺蜜 这件事情 无论是性格 还是说 那就是好姐们 这是非常非常介意的 这是一个雷区 你不要 把这个东西放大 甚至是沾沾自喜 在你的女朋友面前 去把它表现出来 我也没有那样 因为其实 公司里边呢 也是 出好关系嘛 你出好关系的方式 有很多呀 你为什么让人家 上你的肺呢 保持距离 好不好 同时呢 也不要去 严格的去管控 管控操控 是控制不出来爱情的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语东 来 许老师 你相信 异性之间的 纯真的友谊吗 有吧 确定吗 有 确定 请不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相信你跟那些女同事之间没有什么 只是彼此之间把你当成一个好朋友 或者是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这我完全相信 但是同时我也确认我的判断 就是你跟他之间就是很纯洁的友谊 却并不是爱情 我不认为是爱情 如果你们之间是真正的爱情的话 你跟他之间不会做出那样的互动 你会有强有劣的保护他的欲望 却没有那么多似是而非的嫉妒 而至于女生 其实一直以来也把他当成是一个玩伴而已 因为或许是我不了解 或者是我不能理解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你喜欢他什么 他就像个小孩 长得像个小孩 说话像个小孩 做事也像个小孩 哪里有一点点男人的特质 所以我想不通 你喜欢他因为什么 你们俩真的在一起很可爱 就像两个小孩一样 如果是一段纯洁的友谊 就把他辨识清楚 好吧 就这样吧 好 谢谢 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 留给他们自己一起进入 那几天和古方红糖 真情60秒 亲爱的 其实 说实话这三年 我真的 可能有时候在玩 但是我发现我之所以 今天能够跟着你来协调这个问题 我还是很爱你的 我 如果你对我的做法有点不满意 我真的可以改 我希望你能够 遵守我们 曾经说过的话 以后跟着我在一起 然后去我老家 我们结婚 我觉得这一时习 你这一年 对我控制的太强了 我觉得甚至都把我 那三年对你的爱 都已经给磨没了 我已经受不了这样 反正你工作 你要能回来的话 我们俩还有可能 你要是不回来 我们就算了 谢谢你们 请回 来 请关门 来 有什么跟他说的吗 有一点你要相信 这次只是因为方法 害怕失去 钻得太紧 所以结局是这样的 会有人爱上你的 知道吗 加油 自信一些 好吗 好 谢谢你啊 请回 なので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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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